有一陣子我都不太講話 不太接電話 美女室內設計是小溪 想到這近半年來的遭遇 眼淚忍不住躲狂而出 講話也止不住哽咽 因為自己的工程無法順利接案 更難過的是被朋友背叛 其實說真的我還為他們的案子 付出比別人還更多心意 是我一直以為把他們當作 就是他女兒一直來跟我表達說 我們是好朋友 早上小溪幫忙的是在酒店界 小友名氣的省性女子外號小昆凌 她去年底在台中太平買下房子 用朋友的身份早上小溪做設計施工 但月入鬥爭的小昆凌 疑似因為財務出現狀況 竟然拖欠工程款 她就中間有跟我表達說 她因為她之前的房子 買賣跟人家有一點糾紛 所以她的款資金有點卡住 省性女子因為外形亮眼 在酒店工作時可以說是店裡瘋牌 手提名牌包出入都有好車代步 但幾年前卻因為涉及詐欺負傷案 離開酒店業 疑似斷的禁留 這次買新房還找媽媽跟兄長出面 全家合夥來賬 在她一直傳訊起來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是晚上12點 12點1點 打去公司罵我 然後公司的同事一直覺得很體諒說 其實我們做這行的時候 大概都知道這樣的業主 已經是無離取鬧了 省性女子半白臉 媽媽個個半黑臉 明明施工過程都有到場 在驗收前才開始各種刁難 甚至把已經裝好好的房間 再次拆開施工 但這些事情小溪都是事後才知道 最後還被要求 反賠30萬 小溪全心的付出 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 還被弄到神行巨皮 連工作都無法繼續 懷疑自己根本就是被惡意欺騙 現在只好尋求法律途徑 為自己討公道